Hello, 各位故友,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 天气挺好 又不是很冷, 19 度左右 今天说回昨天买大陆楼的影片 在这里之前, 想说说昨天见到的东西 昨天就回武校那里走一走 因为很久没有去 逃经这个湾仔消防局附近 看到谭小环那家大渣哥, 茶记来的 说真心, 我很喜欢去的英文名, 咖啡渣哥 他想去吃一下, 因为他成传了我们 八九十年代, 为你做了100分的Cafe de Carrot 这是大家乐的英文名, 我想是有心在跟着他 当年大家乐的早餐 即是风魔这些万千酒堂 涂穴的少男少女, 每次去 真的要蹲躬公廁 因为你很早就会进去吃早餐,假装的坐在那里 就没人理你,坐在眼角 不然你八点几钟追传的校服,走出街一定给你父亲 如果一两天都还可以 但是我们为了证明我们自己的图学是一个独立的表现 所以每天都要图的,不然这样就很容易重伏 而且真的会重伏的 我们以前试过那些机舖捉人 我那间也说过,是十大懒仔学校之一 已经迟了几间了 所以是经常发生这些事 回想起,已经消失天与地的白汁火腿阴裂 和手掌这么大的金沙骨 其实也有点失落 因为没得吃,这几年都不见了 而且以前的阴裂都不同了 整个半只碟这么大 切下去是不流血流汁出来的,挺好吃的 但是很多年都没有见过 但是幸好这几年 仍然有大过你的面子 炸腿,从出江湖都可以吃 仍然像那种味道 偶尔都可以去卖面一下 吃T的时候可以吃 T其实算是挺高质素的 算是OK的 比起很多人来说 以前几十人走下去,放学走下去 大家吃T的场面也挺许陷的 昨天回程的时间 就打算去大渣哥吃T 但是人实在比较多 我们又扶老攜友 所以就打烧了这些店头 记得去年也有去渣哥打过鱼弹 看见不见到谭小环妹的全貌 可惜摆兴而归 一定要去再吃一餐 再说回正经的事情 再说回大陆楼 昨天的影片 看到有些朋友留言 好像有些不太开心的经历 他说的那一半 我知是哪里 但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不知道 而我自己说这两条影片 主要原因是 其实都是来自股友的提问 我个人并没有打算叫人去投资 或者投资是好的 或者是不好 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 遇到的事情 然后仔细一点 讲一些情形出来 无论买房子 不管你是国内也好 或者其他地方也好 其实也有很多种服务位 是一些你可能 不会很留意的细节 特别是那种服务位 躲在那些位置 原来是这样的 很多钱人都是这样的 而每个人的经历 都有些不同 所以听多些 集合一下其他人的意见 我觉得也会多一份警惕 留意多一些细位 特别是细位 还有很多不同地方 都会有不同地区 其实就像你玩衍生品 衍生工具 牛红症 窩卵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市场 一直都有 而且大家都公开 大家都会玩的 大部分人都认为 玩这些东西是危险的 我也觉得是危险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 但依然是有人没有去玩的 好像我自己分享 牛红经验那样 这些就是一些 我自己拿了真金白银 去经历的方法 我觉得是可以的 所以就 分享一下 不要说是赢钱 起码可以输少一点 我的心想出发点 只是想这样 其实 等一些 玩牛红 或者 刚刚出错玩的 那些人 有一个衣龟 不会毫无头緒 走很多冤枉路 是不是都看到他 好像升了 又买下去 谁知道 所以 所以 到底他真的玩 或者是不玩 我是没有办法控制 但你多一个参考 都可以是 学到一件事 大陆 选择楼 应该用什么思维去想 去选择它 其实 如果好像很多 AA 或者财演 要买楼 就买最好的城市 一定要冲进去抢 一定要跟别人斗 一定要买什么 买什么 我个人就经常这么说 一个人买楼 或者是投资的钱 是 有限数目 我们在说平常人 在说散户 不是每个人都 几千万 几多钱 开头 一般人可以累积到 买多一层楼 几百万 或者一千万 这样的范围 他会再去做一个资本增值 或者做一个投资 就用一个出发点去想 所以我们的考虑 是不可以跟发展商 或者跟什么人说 一定要买什么区 那里会爆 我们首先要考虑到自己的资本 以及能够安全地 做到一个capital gain 以及可以每年有些收益 这就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目标 如果当我做一个投资 而我的收益比我盈外成本大 很大机会是投机 而不是投资 所以这个要分得清楚 而当我们买入这样的东西 很大可能是负债 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 究竟自己想要些什么 如果你的公楼利息过高的时候 其实 和你的负担太大的时候 你这个其实是一个负债 你未供完也是一个债 究竟你如何去处理它呢 你知是有风险的时候 你没有收入的时候 你会怎样呢 这也是一个要考虑 而一个普通人买楼 特别是香港人买大陆楼 其实更加希望做到一个效果 就是说 属于一种投资 不可能说你倾家当产去买 或者拿第一笔资金 自己第一次赚到你的钱 就去买大陆楼 那不是一定没有的 除非你在那里生活 或者你有资金太少了 也有的 以前也有的 但是大部分就不是这样想 我们就说大部分那些 所以更重要的是 我们选择的楼 是我们方便操作到的 譬如像最近 深圳华润有一件货 它是很划算的 是划算的 划算的 划算的 划算是划算的 划算的 大家都知道 划算是划算的 不过 我们是否真的操作到呢 首先 你现在的环境也操作不到 而它的乘以金也要几球 所以你要上去 而你又要买得到 起码要七八球 流动资金 现在这样的环境 是否适宜还搬那么多钱上去呢 这个风险是没有的 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还是你本身就有那么多钱在那里呢 这就不是每个人都操作到 你是想的 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操作不到 对不对 假如我们一直都是用这些目标 我一定要找一些 赚那么多钱的楼 我才去买 很难搞的 那就很容易错失很多机会 你会蒙蔽了你的双眼 或者你不理它 也好像有些人说 很神奇的 就是买楼一定要买一些旧的楼 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博拆 到时就发达了 我个人就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首先 如果你选择那些楼 又真的 会有人收购 那你想拼什么呢 其实你就是想拼它 比现价之上 有一个更高的日价出现 希望发展商给多些钱 和你收购 这个大家都会这样想 不然你突然会干什么 有些案子极端 可能你拿了八成 那些真的要求什么 都会给你的 但如果不是 其实你行不行 其实它背后也有很多 要得失 要考虑 首先 最可能的就是 委发展商的日价 并不是你预期那么高 你要明白 收购是一个心理战 如果你同层楼 大部分人都接受了 到时你如果想不接受 都不行 不然你还是有另外的风险 而那个时候 旁边的楼 可能也有这些消息 或者是正常的 可能它也会升了 就算它赔给你 你也未必是够钱 买回一间 接近赤数的同区单位 可能你认为 自己层楼的赤价 最少都可以跟到 楼市的楼价上升 但确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如果你不同的楼龄 你已经不是一定是 跟着其他人的赤价升 那么多 可能你50年楼 和10年楼很难相比 人家又不会拆 30年的楼 来做的 起码都50-60年的楼 你怎么跟它相比呢 所以到最后 你是不是用到 你被收购的那笔钱 可以在你同区 买到相同的大小的单位呢 这个已经是一个疑问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要明白 这是一个乘数游戏 你可能是要補钱的 才能买到你想要的同区面积 即是收了这笔補偿金 或者这笔和你收购的钱 你想买同一层住在那裡 那你就可能会困难 如果你说我是 从小到大都住的 那层楼不是你拿钱选择去投资 那没所谓 就是了 那叫做卖到 那已经是好 但是如果你是选择去投资 用这个方向去投资的时候 你做一个这样的选择 你可能最后 真的被你搏刷倒也好 最后也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未必是你所想的 或者你有多余钱 你买回来 那你就打算做钉子户 但现在问题是八成强拍的 那你是不能玩的 很大机会糟 风险很高 除非是你买齐20% 而且你又一定要买对那层楼 否则你输的几率又是很大的 所以这些玩意 就不是给我们这些散户玩的 不要想那么多偏满的东西 那其实 没什么数 而你要做这件事 要摸你就是 其中一个知情人士 或者是近亲 或者是什么你知道的 要摸就是你运气超级号 要不然你就真的不要想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如果发展商 能买到你那里 他是计算的 收购完 做完手续之后 再起楼 三四年之后 他还有钱赚 赤价一定会提高 即是你那层博册收了 即是附近楼的楼价也会升高 而你这么有眼光的时候 你选得到一个区 那你不如买它 同区的相对新楼 比如那些20年楼 25年楼 二三十层那些 单同的 如果那些旧楼多 而你又相对选到好的楼 在收购之后 新楼起好了 也会有抬补效应 其他同区优质的楼 都会升值 而如果新楼反应热烈 那你就会有更好的日出效应 有更多的机会 资金会流入二手市场 到时候你买回报也不会很差 而且在你等待的时候 相对风险低一点 租金回报也会好一点 所以博册不如买博册楼旁边 其实哪有这么多博册楼呢 说真心 譬如你看看深水埗 一堆未拆的 你说深水埗地段不好 OK 那荷里活道 都一大堆 那处好 那你再看看御文坊 收购了多少年 十年都有 我想差不多 你说那天和你收购的价格比较高 还是海汇旁边的楼价格比较高 你可以很明显对比 你说在海汇旁边的楼 轮近APM 创技资成 整个官团工业区 这些楼旁边的租金 都不会很低 也可以搜到 这里有很多 你可以做资料搜索 或者想象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 其实是买博册楼 还是博册楼旁边的楼 即是重建区域旁边的楼 应该这样的楼会更好 看得好 你买旧楼博册楼 真的博册不过 其实就和世界估计一样 没有消息是很难炒的 最重要是我们都明白 现在的楼 你看到楼很旧 但其实代表什么呢 代表可以更旧 如果你买错了 那就更加难脱手 这个风险你也要考虑 赢就得一注 输就输几注 这就要小心 而这些思路方式 跟买股收息一样 之前经常说 为什么人们买楼一定要买股利益市 我也是不明白 那些人经常跟我说 他说派息的比例要90% 有90% 即是你不会输 但是他派多少钱 他有多少钱给你派 一元派九成 一千万派三成 那你选哪一 所以不要本末倒置 一下子的关系 好了 现在正转 说回大陆楼 言归正转几次 现在真正是说 说回大陆楼 你要选择楼的重点 我自己一贯有这样的思路 当然 第一件事我们要考虑的 当然是先选择城市 和地区的考量 我怎么想呢 第一件事就是 人口一定要够多 一定要有外来人 所谓外来人 可以是附近省市 即是我们想买的地方 要有一个人才的红级效应 那些人会远离 其实你看到这几年 各大城市 都不断在轮区抢人 高端的人也抢 低端的人也抢 出了很多好的政策 特别是用买楼来吸引他们 所以之后 可能在几年 之后的马太效应 会越来越明显 这个情况 其实是 有点像日本 不好的城市 就很难再上回来 你看到日本 已经是送楼送城 有时候去到以前 你看到它很旺的 有很多招牌的区 你走过去 看到全部都是雕方 没有人住 没有人 层楼就在 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形 都是不奇怪的 但当然 中国那么大 就不会那么夸张 相对来说 第二 就是有基本产业 比如 有几项基本产业 最好 因为你有才能吸引到人 否则楼价是很难维持的 我们看回北京旁边 天津、河北这些楼价 和死性 我们就会知道 这几年 之前是卖得很贵的 因为它又说 和北京如何如何 就是AA经常说 这些我最讨厌 然后 你看到 那些人真的和它很近 就去了北京 那些人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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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经济能力就少了 那些人就少了 那些人的经济能力就少了 天津就跌得很厉害 所以你想想 就是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所以 要想一下 也要 所以千万你要注意 这些城市的发展 是 一定要自己做功课 不可以只听AA说 那 如果你看到 周围都是楼 然后又 觉得楼价也挺好的 那些中介又吹 所以说这些城市有什么发展 又什么又什么 这些是很可怕的 你不懂的话 就很容易中招 你听完他说 然后又真的给钱去买 到时候 过了几年 没有人来的 最惨是没有人来的 人流流向 现在还要比资金流向 那些鬼城就出现了 而这些东西 是要几年才能看到的 如果你在这几年之前 你做了决定 其实全部都是靠看史梦尾的 你梦到多少 就多少 这个你一定要自己好小心 另外一件事也重要 就是人口要够年轻 来的人 不要太老 这些都很容易明白 你够年轻的 就会结婚自业 有活力一些 又会创业 以后就会有些 第二代的分支家庭 这些都可以帮助到 可以保持到一个势 不会想到太快 第四件事 我会看的 这些可能少人会看 就是 有没有塞车的现象 到处看看 上下班有没有塞车 特别是看看 高速路口附近 高速路在上下班的时间 有没有塞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七面指标 你要塞车 有人来多 他会越来越多 我的经验是 见过两三个城市都是这样 而在大陆是很有趣的 有时候 有一个地方 可能是没有什么 荒漠 或者没有什么特别 可能荒漠出十年八载 但是他可能 也是因为 在某些重要区域的旁边 真的有吃到 吃不到也有 吃到也有 他可能在那一刻 慢慢就不需要 两三年 他就突然之间 膨胀得很厉害 甚至乎 比主区更加厉害 我是有见过这样的城市 但是我们作为外来人 很多当地的新闻 或者发展 你是不清楚的 而且 也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理解所有的城市 这个 变相 你真的要去 知道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你唯有试一下 用我上面所说的方法 看了一个综合的 然后再在那里 针对一些去看 你要用一些时间去磨 不可以说 一下子看到 觉得OK 你就下去 那就不行了 以前 除了深圳 我第一个选择 就是武汉 他有看过以前的片 我都说过 应该说 我看到 那些胜幅 去到什么地步 另外 就是说一下 选择楼的条件 考虑 第一 就是考虑发展区域 它要是一个 比较新的发展区域 就是我会选择这些楼 也要看着 那些楼是会一直有得起 会看到它的规划 那不是说 你一定要起到 全部鬼城 全部都是楼 不是这样的 你要看回那个规划 它本身有没有自己的人 有没有哪里去哪里的交通 这些都会有其中的考虑 但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看着 它都会还有楼 不是单单独独 一栋两栋 最好就是新旧片区的交界 看着公路网的发展 要看着公路网的发展 会有多少楼盘可以建 那 你想楼是升的 一定要选择 有新楼大栋 你才可以升得多 例如我用武汉为例 江谷就会给江汉 武昌这些就来得适合 那些楼是会升得好些 如果你在江谷 你买到 假设你今天已经买到 合适的楼盘 那就恭喜你了 另外就是成交流动性 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非常之重要 一定要选择成交 是要比较好的 要有成交 不过如果我们选择地区的时候 已经选择好了 这一点就自动符合了 你在大陆买楼 的楼的楼栋 真的很重要 因为大陆人不喜欢买旧楼 所以他偏向买新楼 和容易商会 他们也会更容易 喜欢多些 我们看到 很多楼都是有价无市 太多太多了 但某程度上 其实有价无市 就是没有价 价格是要成交的 才是价格的 没有市 意味着你做什么 要割价 所以流动性是很重要的 上面两个都是 非常之重要的点 另外就是 有什么楼 可以相对比较 更容易升 我就喜欢选择 学区房 有些人喜欢选择近商场 有些人喜欢选择地铁 我个人喜欢选择学区房 大陆人也是 优先都会选择学区房 可攻可守 最先账 跌就最迟跌 而 先进去的人 通常都相对是年轻家庭为主 可以计算数 你知道什么年纪的人 会想进去那些地方 对整个社会的活力 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而国内很多大型的发展小区 其实都会引入一些 从你出生 从幼稚园到中学的配套 大学就不行 大学就固定了 通常是说到中学 高中 有学校的配套 这些都是可以优先考虑的 不过学区房 我们都要清楚 一个楼盘是否真的学区房 因为中介 为了卖楼 就很喜欢 回答你 回答到似是而非 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你就知道地址 最好去查一下 学区房这家 差一条街 就可以不认数 到时候 那些价格 就马上由天堂变地獄 所以这个自己要知道 也会变的 有机会 不单单是中国 外国也是这样的 随时都会变的 所以你别离得 不可以说 买得太敏变 你要进去 很近距 因为很近距 相对安全一些 就是这样的意思 类似护城河的概念 也有些案例 原本那里真的是 学区房 但是最后 因为人太多了 就取消了 特别是一些 刚刚开始 就是刚刚开始 发展的那些小区 可能他们有 十期的 可能开了一两期 然后他们就开了一些 学校在那里 引起买家来 来买 最初就会告诉你 有学区房 你跟我买 一定可以读的 但是当小区大了之后 可能五六年 原本那班读完 那班人就没有 但问题是 你进来接手买楼 你就要小心 之前是有的 但可能你买完之后 那一年就没有了 这个要注意 因为他大了 人太多了 很容易他就会取消 优先上学的quota 这个是时有发生的 另外就是交通 其次就到交通的便利道 当然有地铁就最好 但是实际是这么说的 新区能否有地铁呢 其实我们 大家都是猜猜猜猜的 当我们看到有地铁的时候 其实那个价 都已经是升了不少 所以这个考虑点 就只可以作为辅助 我觉得 特别是AA说的消息 其实真的不可以进信 要自己爬一下敏 一定要看看国内的小区 或者那些讨论区的相关东西 就会变得参考 很多东西是值得参考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自己对整个城市的规划 或者是自己所属的区 一定要有些了解 要不然 你是没办法看到真实的未来 可能到时候 你会觉得猛警 到时候就搞不定了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还有真的不要尽顺AA说的 作为参考 引证一下 其实AA也最喜欢跟我们说的 那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建地铁 什么时候有大商场 又是哪条桥 什么时候开通 有什么高铁 这些东西 但说真的 建地铁的话 那些出口 随时都会改 今天可能是这样 明天就可能变成这样 假的地铁口也有 除了假之外 还有什么是真的 我真的想不到 所以你看到很多地铁 是在2007年做规划的 但是说到2019年才开工 那你的房子也变成了旧 所以 不要太过执着地铁 而且我们也要分 究竟我们买的小区的客人 是中产 还是什么人群 是不是要经常坐地铁上班 如果是中产的 不如看住停车场 很多时候买进来的时候 停车场是足够的 但是你预计它旺的话 自然你的停车场是不够的 如果你的层楼也不旺 那你也买错了 所以就没所谓 但如果你真的买得正确 四五年之后 你会发觉那些车位是全滑的 如果是这类型的小区的话 我相信地铁就只是一个 bonus 旁边的环境会更重要 而且大 路要更大 这些会更加重要 重要的是地铁口 因为大家的客户群不同 所以 真的不要太过执着 你看看林太太 不懂坐地铁的人 他住在哪里 你就知道了 而且到时候我们买房子 是否因为 有没有地铁 会不会有机会 要多付钱呢 其实也不奇怪 有没有地铁的消息 有机会你那层楼可能 也要比较贵 到时候你可能没有 那你就糟糕了 所以不要太执着 先看第一环境 第五就是生活机能 大型商场 这一个 点是其中一个 考虑元素 特别是新的楼盘 但这只能够作为一个考虑 不能够是必然 因为如果区域发展 或者配套不平衡 人口跟不上 是人口最重要 最重要的东西 或者发展不太理想 这个商场 其实都会很难做起 到时候 这些楼子只会更加差 商场是更加不可能做得起的 你见死场也是这样的 一死就真的有没有观察 是往生的 譬如我们看看 橫琴 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早一两年去过当地的商场 发现很多都是空置的铺位 之前看得出他有人进驻 曾经热闹过一下 但是明显看到他生意做不到 所以就接了 橫琴说真的 也发展了七八年 如果我没有记错 也会回到这一段时间 而这些地方 说真的 发展 吹了一个口号 发展了 进了一批人 然后跑出来 然后在那里丢空了 全国到处都是 所以这个 所谓商场 都要作为一个辅助 最好是买一些 商场已经开了 在旁边 即是在你附近的有 这样就OK 如果你还没开 每天的风险会大些 开了都会倒闭 但是相对这样 你会看得多些 清楚些 会好些 所以更加多的是 考虑一下 大区域的整个 配合发展 有人来 这些事情就会做得起 再加上 现在网购 你也要更多的人才能做得起 而且食肆要为主 因为食肆是容易 引到人来的 然后就是说 这几年 我很多时候都说过 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口 我们面对的问题 就是人口 人口曲线趋势 如果你没有移民政策配合 是很难很难自己去自然改变 而问题就是 而我们的人有这么多 你怎么办移民呢 其实很难够够数 所以出生率的问题 是头痛的 好了 我再说回自己的例子 而这个例子 我再说回自己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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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回自己的例子